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主 剩下 主 剩下 主 剩下 我们的终于 等一下 谁知道妳用小苏打 走开 让专业的来 其實呢用鹽醋小蘇打粉都沒有比清水用的有效 那你用這些東西呢其實會延長農藥降解的時間 所以呢反而會增加蔬果污染的機會 然後甚至會破壞蔬果的風味 所以問好水是最好的 相信我 來有人問我呢 怎樣清洗才能有效的去除農藥呢 其實很簡單 用水就好了 那蔬果類呢有分很多種 但是呢清洗的方式大同小異 那比如說 狗菜類 青椒 我們就是用流動的水清洗啊 然後清清除它的表皮 之後呢我們再去除它的蒂頭 小葉菜類 比如說 青椒菜 就是用流動的清水清洗大概兩三次 之後呢再將葉菜啊每片撕下來 一樣用流動的水清洗它凹麵 也是大概兩三次就可以了 水果 柑橘或檸檬 你要清洗過之後呢再去皮 除非啊 你要吃掉那個皮 我是不會吃啊 因為它有點苦苦的 包椰菜類 比如說高麗菜 記得你在清洗之前呢 先要除去除它表面的兩三片葉子之後呢 這樣你才能大大的減低它農藥的附著 根菜類 螃蟻薯 除了你要用流水清洗之外呢 最好是消除外面的皮 那你可以把農藥啊去除大概百分之九十九 在家裡一招 蔬果呢一定要先洗 再切 這樣可以 避免 切開面 受到細菌 或者是農藥的污染 也可以防止營養素的流失 吃 懂了嗎 香蕉請你吃 啊 謝謝